大家好,欢迎回来 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来的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你可以当作紧急消息 或是军武短打的情况 主要说到台湾救援队 经过整晚的手术 现在好像找到少少少 EBSOMOVIA战机残骸 所以今天也想与大家报道一下 不过飞行员暂时未找到 所以我们也要为它集气 希望还可以找到这位飞行员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按个like 让我们的推展频道上推得上一些 另外,如果未按铃铃,记得也按铃铃 让我们节目更新的通知又收得到 我们继续更新消息 终于来自于昨天下午3点多时 嘉义空军基地出了一架F16V 当时的嘉义空军基地起飞 去到附近一个地方做一个训练 应该是一个空对地射击的训练 他们叫射炸训练 通常是射击或炸弹或炸弹的情况 就是在途中看到这部飞机 6635的编号 大概做了20分钟 大概30分钟左右 训练的时候 4机的一个编队 突然发现一部飞机 在雷达的光点上消失 所以令大家相当紧张 因为台湾以往几年 2020年开始 至今已有6宗战机失事以外 包括F5V和F16的情况 尤其大家都很紧张 就是刚刚成军的F16V 是2021年联尾成军 嘉义空军基地亦是第一支F16V的战机中队 亦加紧操演 亦令大家大为紧张 蔡英文已下定要全力搜救 已派出了多架搜救直升机 或很多不同人员去做搜索 亦在海面上进行暴闹的情况 希望找F16V的残验之外 亦可找到飞行员的情况 所以到今早早 其中一本的救援人员似乎捞到一些东西 在嘉义院附近的溪附近 捞到一些涉事F16V的残验 我相信台湾和我一样都很心急 很想找回飞冠 因为始终飞行员的性命还要一切 战机会无 就算很多批庭都说 现在由141架跌剩下140架 我们的看法是战机可以跌 但飞行员一来他们的性命可贵 二来训练资源也相当重要一圆 所以也要继续全力搜索 我相信这些还有一些48小时 也应该继续加紧搜救附近 尤其是在残验附近搜寻 今次我们相信这架飞机 它有机会做卸渣训练 令它单引擎的战机出现问题 不过我们相信 有些照片可以看到它 以一个扶肢的形式 导转的机身做一个射击的动作 这个形式 当然飞行员要承受的扶肢力 扶肢力和正肢力来说 扶肢力我相信对人来说最不难受 因为扶肢力即是血冲上路 这事实上真的挺辛苦 所以人是扶不了扶狗的 如果你的血拉下去的脚 你便扶到狗肢 即是有压力伏的情况 有些网友也有做过分析 压力伏出了问题 令到抵抗肢力的位置 一时之间做得不好 令到它冲得太上 令到飞行员就昏完了 昏了之后 当然机身属于单座 也很难够 在一个很低空的情况下下跌下来 还有今次如果 我听到一些消息 例如动力网The Driver报道 他们说有可能执行射击训练 而实际训练用M61火神炮 大家都知道这种火神炮射程很有限 以战机通常飞行员来说 他做这个战神炮 理想的空域大概是1000米 1000公尺以下的空域做最理想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他要对着靶 虽然又不一定要目视 但如果对着靶做打击 如果他要用火神炮 一定不会飞得太高 即是我们说到飞行的高度 应该都会是1000公尺以上 甚至会更低 因为战机俯冲下来做射击 所以我们相信 有机会有这个情况 如果俯冲下来的时候 或者机件产生故障 事实上救机也会有些困难 若你平飞的情况 当然你看到一些滑墙 即是气动力学的问题 而飞机也有些声力 如果是俯冲向下 很明显Potential energy 一直下降的时候 又失去动力 没办法转换回味能的时候 飞机又真的会比较危险 但如果你说飞行员没有喪失意识的话 照计飞行员都能够拉动 即是我们说紧急逃生 彈射尔都能够拉动 所以现在的迹象 因为没有彈射尔彈出来的迹象 所以很明显Pilot 应该连人带机地坠入海 所以亦是令今次 比较令人担心的环节 另外看开我们节目的网友 有些都真的很聪明 他们完全明白到 现在新一代的F16战机 包括装在美国本土 还有现在卖出的战机 都会安装一个系统 叫做Auto-GCAS 即是自动地面防撞系统 这个系统都蛮 smart 如果它detect到一部战机 即是一个不尋常下降 它的机头和机臂指让下降 去到某个角度 它便会自动探测 然后便会将一部战机 抬起来 大概用5G的力量 将它抬起来 盡量去到水平面的情况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便可以被机师醒醒 因为通常大部分 我们说的超过九成 这些意外 通常都是机师 一个空间迷失 又或者突然间 暈倒了之后 便无法作出回应 一部战机 我们以前读飞食师 也说过 如果一个飞科物体 每秒跌10米 但因为它有动力 当然是每秒跌10米 每秒跌1000米左右 如果我估计 如果每秒跌1000米 我假设 如果你去到大概正常 1万米左右 或者1万5米左右 这个空间 即是这个位置飞行 老实你跌下去 都说的是十多秒 20秒 一定是没有一分钟 大概20-30秒左右 最多最多的时间 你便会坏到海面 即是坏海 坏机 所以基本上 争取大约3-4秒 或者3-5秒时间 要把机构机 拉回来 否则到了一个 非常恐怖的 失速速度时 便很难够 所以我们相信 这个GCS 其实真的挽救了不少人命 其实统计 也有十部战机 即是九部战机 十个机司的人命 有些是相座型 所以都挺重要的 但其实 照计台湾 即我们说到F16V 它亦都有订购 大概3亿多美金左右 当时Loki Martin 接了张单 是会与它 去做Octo GCAS 如果可以做到 Octo GCAS 这个地面防撞毅动 安装到F16V 理论上 应该不会 即是有悲剧出现 现在连F35 都是在2019年的批斥之后 都会加装Octo GCAS 所以如果我们说到 战机机司的生命 那么重要 对一个国家的 飞行员的资产 那么重要 那便可以好好地保护 如果这次Octo GCAS 没有启动到 去拯救到人命 这也是很令人怀疑 另外我们准备了一条片给大家 观察一位飞行员 大家开始看它 由大约17尺左右的空间 开始飞下 F16飞行员 它已经开始进行 这个空间迷身 运动了 你见到它的标示 一直向下 你见到机头角度 一直向下坠 好了 现在终于Fly up 的机器 大概跌了超过8000尺 就升上来 你见到这些角度 全是正角度 上15、28、25等 这些角度上 当然 你说飞行中心的职员 当然相当紧张 要知道它是不是 已经回复意识 健康上 是否可以回复一部飞机 最好立即回复回来 空间交地 你见到 这部飞机的高度 不断作出调整 微调上去 之前 它们最执行任务高度 大概是17,000米左右 所以大家见到 这个Auto GCS 有多重要 当然 如果我去想 今次的事件 有机会 第一个就是 当时飞行的轨道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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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快速度 加速上 可能就是因为 这位陈奕 这位飞行员 其实也是比较新的 他驾驶 F16 老实说 只有60小时 所以可能经验不足 拿捏火候未必那么足够 所以有机会飞过了 我们叫做 便飞得太快 所以 隔机失速 无法在短时间内 将它升空 所以 这和飞行经验可能会有关系 第二个情况就是 因为飞行高度太低 Auto GCS 亦无法在短时间内 将机头指正 甚至在适当情况下 拉回上来 可能我们刚才看到 飞行高度 17,000尺 我估计可能只有3,000-4,000尺 去做射诈训练 甚至只有5,000尺 所以可能 Auto GCS 即全面地面防撞系统 可能未能在距离之内 可调整到技神 所以最后都是直插向海 究竟是机师 在飞行时清醒 还是迸远了 以及没有办法拉动到 逃生乙 即是弹射乙 还是弹射乙坏了 这些全部都有很多因素 我们都要合并一起去考虑 但是在未找回残骸 未找回飞行员之前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很难的估计 至于有没有飞行员身体质素的问题 他自己的飞行判断错码 或者天气的问题等等 其实很多我们都要继续去知道 但我们知道的东西 就是现在所有的Epsilon V 全部都grounding 全部都不能够去起飞的情况 还有我们也听到对岸那边 有一些媒体 他们出于 我不知道是什么心地 出于这个嘲笑的立场 嘲笑Epsilon V 一成均就跌机 当然美国的智库 也会有些 例如The Driver 动力网都会说 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但跌机 就没有一个好时机和坏时机 只有跌机就是跌机的时机 只有救人是黄金时间的 所以我们觉得 现在撇除所有其他 包括Epsilon V 即将来如何对着 1200、16 之前有新闻说过 Epsilon V 对着16 大家互相争取一个有利位置 以及如何交手的经验 是这么宝贵等等 这些我们都是放在那边 始终都是找回一个机师 在黄金时间内 就是救得回它很重要 始终跌了下海 比平常我们说 跌到陆地的变数大很多 另外 今次跌机 也说和上次英国的 伊利沙巴路上 跌了F35B 会不会有人去打烂呢? 俄罗斯当然不会来到 那么远水路 来到台湾这边打烂 你说中国大陆有机会呢? 不过我们看到 都是属于台湾以西的水域 但都相当之接近台湾本土 所以如果大陆那边 要派第一 你要有打烂设施 以我们知道 大陆就好像不太多 包括有美国和俄罗斯 那种可以在海底 打烂到战机的设备 我们就不太听闻 所以除非很新 一些秘密武器 而且你要穿过台湾中线 入到台湾的领海 做这件事情 又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们就相信 大陆这次应该也不会去做 埋身 然后去探测 然后找一位 这些一定的触法外交风暴 要做 要拿捏的计算 要做得很好 而且你本身的军队 或者你外交上的预备 又要很充足 在现在的环境之下 我相信国内武器的情况 也比较严重 未必会趁这些时间 挑起这些纷争 因为始终国内 也有很多事情要去拆解 好 这一节的军武短打 如果台湾EPS6V有最新更新的消息 我们都会为大家报道 大家希望可以帮忙长短广告 包括订阅我们的PATREON委员频道 以及YOUTUBE的频道 亦可货金 包括恒生银行 PAYMATE和转数快 大家也可以通过PAYPAL支持我们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对EPS6V的看法 或者你觉得今次 聚机事件的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说下 好,我们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其他世界堂消息再见 拜拜